Hello大家好我是丁丁 今天这支影片来讲到 10月24号台韩版的 重点更新 那我先讲第1个 在台版这一周算是跟韩版同步进行了 那我们开放了图腾系统 然后并且更新了组队副本的优化 再来这一周的移民是暂停的 这边三个地方先跟大家说一下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图腾系统 这边有明确说到图腾系统的能力 只有在三个副本迪比斯沙漠提卡尔寺院跟亚特兰提斯 这地方会套用的 但是他说目前仅有啦所以未来可能会有更多地图 套用这些图腾系统 那这边看一下补充说明 他这边说进入世界副本的三个地图之后 狩猎三千之怪就可开启对应的图腾 明确来说就是你的三个图腾必须要在礼拜一二三都进去 世界跨幅狩猎三千之怪才会获得 对应的图腾属性 然后接下来我们要特别来看一下这一周的 研磨战斗时组合带组合包第五周更新制作项目 第五周的更新制作内容有开放了全部的真系列变身卡 还有稀有的兰娃系列兑换 他都是使用120万的变身币跟120万的娃娃币就可以兑换了 然后这一次也开放了20万娃娃币的几率制作 克特和阿鲁巴虹 应该是10%的几率可以成功 然后最后一个甘特的特别制作书组合包 他需要使用22个战斗宝石袋子可以兑换 一个账号可以兑换16个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组合包他是什么内容 甘特的特别制作组合包 里面开启后可以获得三个潘朵拉的最高级才会选择箱 还有一个甘特的特别制作书 然后这个甘特的特别制作书里面的重点就是 可以制作蓝飞龙 蓝飞龙卡应该是许多玩家都缺少的卡片之一 但是我有 蓝飞龙这一次应该也算是第一次开放制作的啦 以前都是在活动中取得的 这次他下面并没有提到潘朵拉的最高级才会选择箱内容物是什么东西 所以我对照了韩版的资讯 韩版的资讯他叫做死灵法师的特殊礼包 里面一样是可以制作蓝飞龙 所以我们对照起来 那个潘朵拉的最高级才会选择箱开启后 可以选择 一个卡包兑换券或者是三个综合硬币选择箱 那卡包他可以兑换的就是所有的最高级变身卡包 马戏团然后艾比诺盆地经典然后梦魇之岛 这些都可以兑换 如果今天你单纯想要消费礼包的话 我觉得这个 这个组合包制作上面来说的话 价格还算是OK的 9个硬币箱1500赚 然后再加上一个甘特的特别制作证书 然后证书去可以去 拼这些 卡片或者是直接在拼额外的四张卡 另外我这边最后提下 韩版这一周又再度修正的骑士的技能崩坏 他将技能的暴击和属性暴击效果不显示的问题修正了 崩坏可能打怪就会跟死神打怪一样 很多暴击很多特效 OK以上就是这一次海韩版的重点更新内容 我是丁丁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大家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